在捷运淡水站的后方 常常有民众向议员陈伟杰来反映 就位在寒洞上方的步道 每次经过都会有恶臭传出 因此也邀请了新北水利局 环保局等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并且要求环保局针对这条溪流的 废污水排放情形要来了解 另外也请水利局将寒洞外的淤泥 进行清除的作业 在捷运淡水站后方 有一条连接红树林到老街河岸的自行车道 在临近B头街与捷运站后方广场 是淡水庄子内沟溪的流出 汇集到淡水河的寒洞 但是议员陈伟杰表示 常常有民众向他反映 就位在寒洞上方的步道 每当经过就会有阵阵的恶臭 飘散到捷运站后方公园 民众说每到这边都会闻到恶臭 到了夏天更是严重 有很重吗还是这样 都有 是怎么样的一个味道性 帮我们形容一下 就一种臭味 很臭这样 那我想在选举期间呢 我常来这边拜票 就有很多民众跟我反映说 我们这个庄子内沟溪 这个出口的地方呢 这个不定时都有这个恶臭 这个扑鼻过来 那今天呢 我特别找了这个 我们的环保局跟水利局呢 来到县地来会刊 那也确定啊 就是说确实这个味道呢 有点难受啊 所以我想今天呢也特别央请 环保局先就沿岸的这些住户 不管是商家 是否在这个污水的一个处理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先去做一个彻底的了解 议员表示在庄子内沟溪出海口的地方 常常有恶臭飘散 因此更邀急的新北市水利局 环保局等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并且要求环保局针对这条溪流的 废污水排放状况来了解 而另外也请水利局将寒洞外的淤泥 进行清除作业 此外呢也特别请水利局呢 辨列相关经费 帮我们把这个湘汗口到河口这个地方呢 来做个输菌的动作 那也让这个水流的水质能够更加清澈 减少它这个氧化所造成的这个赤笔的一个味道 让我想也让我们不管是观光客来到淡水 或者是我们在这边运动的这个居民呢 能够享受更好这样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环境 议员表示在会刊中发现在河岸两旁 有不少堆积的污泥 而这些污泥很有可能是发散出恶臭的原因之一 因此也希望去公所以及水利局 可以尽速的配合经费进行清除作业 而另外要长期了解 这条溪流的排放废污水来源来加以规划 希望可以根据长久以来的二臭问题 记者许多安音乐学生们报道